我是搞书法庄业 这一次非常荣幸能够参加我们的西北联合 就是老赵组织的五月画 文艺文化章的初画摄影规划 在这个章案的主题是很绝化的 维持的首位为了这种章案的开展 今天我们想说这些东西 我们的老师有些东西 还有我们的传统传说 《行草单》 咱们在这个书法当中 它是属于比较那种活活的 那么写的比较流利的那种书题 在这个几幅作品当中 这个呢是草书 写的是曹操的这个叫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那一首诗 这个呢是维护的他的一首诗 里面有五元描合筹灰师翻幽灾 有一种思乡的情绪在哪里 这个呢是用传说写的平安是福 就是能够照顾在那里外也好 还是怎么样 以平安 这个两字为主 两字千金 这个呢是实际上呢 这个内容呢是李白的 他唯一流存世的一个书法做过 那么我呢是没有完全的去灵活他的 只是录了他的内容 三高学长 迹象千万 非有牢笔 轻壮何重 这是李白写的这个内容 唯一的留下的 他也有成为中国书法经典流于这个 这个书法的史诚 上面呢 那个是想写的 想写大字 写一个硬式 结果呢 没有这么大 的话 就把它缩小 就是因为 本来这种 推动的感觉 有一点 所以呢 我是因为这书法 所以我就比较 就是比较专注于书华的表现 没有像有些人这样 去说什么这个 后面画上画怎么样 是 跟苹果 有些人